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刚才学习了恩义兰宝书第四单元的语法解说一 那么在解说一当中呢 出现了很多条非常重要的语法 特别是像 和它的应用和使用都非常的高频率 而且呢 也是意义上很容易混淆的语法 请大家在学习格外的要注意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语法解说的第二部分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语法条目 第四单元语法解说二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条语法 斯拉的用法 那么斯拉呢是一个助词 用来表示一种极端的举例强调 那么这时候呢 斯拉接在什么后面呢 斯拉要接在名词性质的词后面 那么当然这个名词性质词其实定义很广泛了 可以指名词 有时候也可以指一些数量词 那它们都统称为体验 那么甚至如果接动词的话 在某些情况下 动词也可以变成must形去接上斯拉 当然这个使用一种比较特殊的语境了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名词加上斯拉 那么这时的de表示什么意思呢 斯拉呢 它本身是一个提示助词 放在这个名词后面用来表示极端的强调 这种叫甚至就连事 而斯拉呢 一般来说多用在一些什么呢 比较否定啊 或者说比较负面的情况下 有时候还会带一种感觉什么呢 连最起码的这个都怎么怎么样 那么它在我们中级里也出现过 它的近义的表达形式是谁呢 sai 但sai的用法比较更加广泛一些 斯拉比较有种什么感觉呢 甚至就连最起码的这个都怎么样 或不能怎么样 好 那么刚才讲了为什么有个叠在这里呢 这个请大家注意了 斯拉呢 它本身是个助词 在日语中呢 助词和助词之间是有时候可以重叠使用的 比如说当我们ni后面有时候可以加上斯拉 比如说我们的de后面有时候也可以加上斯拉 但是在这里的de请大家特别注意啊 这个de是指什么呢 当斯拉在提示主语的时候 在提示主格的时候 好 那么可以直接加上斯拉 也可以加上什么呢 de 斯拉 两个都可以 提示主语主格的时候 但是如果这个de本身就存在表示一些比如说手段啊 或者材料啊等等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加斯拉的话 de是不能省略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啊 只有在表示主格主语的时候 斯拉前面的de可以加可以不加 如果这个de本身的含义是表示方式手段材料等等这些含义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加上斯拉以后de是不能省略的 好 那么中文翻译成什么呢 表示甚至就是什么 连怎么样 那么第一种给人感觉什么呢 后面多接一些否定和不太好的信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多用在一些语感上 连最起码的这个都怎么怎么样 表示一种最最起码低的这种限度感 好 那么来看到第一句话 この地域の再开発に自分が関わることになろうとは想像すらしていなかった 好 那么首先这句话 この地域这个地区 那么再开発再次的开发 何々に何々が関わる 関わる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什么什么东西関係がある 和什么什么东西有关系有关联 那么自分が開発に関わる 什么意思呢 自己和这个地区再开发扯上关系了 那么中文就会翻译成什么 参与进来了 对吧 或者说是加入到这个开发工作中来了 那么下面ことになる表示结果 ことになろうとは 这个とは有点什么感觉呢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就有点很意外惊讶的 哇 居然自己最后也会要参与到这个地区的开发 再开发中来 真是什么呢 そうぞすらしていなかった 那么当然这个多也可以和后面呼应 对吧 我真的是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那么大家看这句话 如果把すら去除掉 我直接说 そうぞしていなかった 我之前都没有想象过 那也可以 但是它的语气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把すら去掉 そうぞしていなかった 之前都没有想象过 语气比较平淡 如果加上すら什么意思呢 甚至连想 这最起码的想 我都没有想过 好 所以呢 すら表示强调 有一种极端势力的感觉 那么多用在一些否定的 负面的 或者最起码 这个程度的 这个语气上 好 下面第二句话 那位患者は 那么患者 这个原因是患者 那位患者呢 因为重病 所以 一人 では 出现了 一个人的话 我们中文文章要翻成什么什么的话 那么 では在这里表示一种轻微的假设 这种轻微假设一般不要翻成如果 而翻成什么什么的话 比较自然一些 那么 では表示轻微假设的时候呀 在后半句话就会导致一个比较负面的 消极的语意 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句话如果把四大去掉 我说一个人的话没法吃饭 我可以怎么说呢 食事もできない 连饭也没法吃了 那么 当然这个语气上相对比较弱一些 如果我要加强语气 我可以用个四大 表示极端的势力 告诉你什么呢 甚至连最起码的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了 所以四大在这里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语感 好 那么下面 彼女は寝る時間や食事する時間すら 押心で勉強に没頭している 好 那么首先这个词 珍惜是年 押心 押心 那么他甚至连 第一个 寝る時間 睡眠時間 对吧 那么睡觉时间 还食事時間 吃饭时间 连最起码的睡觉 吃饭时间 都押心什么呢 都应该舍不得 很珍惜 然后 勉強に 找路で 没頭している 那么这首的话 没頭是念 没頭 没頭 这里因为写不下 所以写的比较大一些了 注意了 没頭 那么注意 老师没有念没头 是念没头 没什么意思呢 一头进入进去了 对吧 所以说没头的话 把头完全淹没在里面 比喻什么意思呢 很投入的 很认真的 在做这件事情 彼女は 寝る時間や 食事する時間 すら おしんで 他甚至都舍不得 花时间去睡觉 去吃饭 然后一头栽进了什么 学习中 或者翻成 非常投入的在学习 好 所以我们强调一下 第一 すら表示用极端的势力 用来强调 中文可以翻成 甚至就连怎么样 すら呢 多用在一些比较 消极的 负面的 或者最起码的 都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程度上 好 那么第二个呢 すら前面介绍名词 但是呢 因为柱子的关系 所以すら也可以和别的柱子 叠加使用 那么在这地方 这个叠表示什么意思呢 那么请大家注意了 如果是做主语的时候 也就是すら在强调主语的时候 那么这个叠可以加 可以不加 但是如果すら强调的这个叠不是主语 而是别的成分 比如说手段方式等等的时候 那么这个叠是不能省略的 好 大家记住了吗 那么随看例句 想象すらしていなかった 就是想象していなかった的强调 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下面食事すらできない 可以看作是食事もできない的强调 连饭也没法吃了 甚至连吃饭也做不到了 好 下面第三句 時間すらをしんで 这个すら是什么 连最起码的这个时间都舍不得用 然后呢 ぼっとしている 一头投入到学习中去了 好 所以すら的用法 那么すら的敬意的表达是谁呢 さい 当然语气不太一样 さい给人的语气比较更多在什么呢 一些惊讶的语气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而すら往往给人感觉什么 连最起码的这样都 怎么怎么 好 也可以直接说さい 但是如果这个叠不是提示主语的话 是表示提示 比如说手段 方式等等的时候 那么千万不要省略 一省略呢句子的意思 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了 好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条语法条目 すら的用法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条 そばから 看这个赛家很熟悉 第一个そば そば什么意思 旁边 から から这些名词后面的话 可以表示起点 从这个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句话原型是从旁边 但这里我们今天不是指空间 今天指时间 所以そば还有一个隐身含义 可以表示时间上的旁边 就是接下来的意思 那么于是から表示顺序感 接下来 所以そばから怎么翻译呢 就是A发生了 接下来B就发生了 好 那么中文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一怎么就怎么 或者翻译成 刚刚怎么样 便怎么怎么样 但是 そばから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 就是什么呢 表示一种行为或状态的重复出现 也就是说 当我们用そばから表示 一怎么就怎么的时候 这个动作行为状态是什么呢 反复的在同一场景下 可以多次的反复的出现 一般它不用来指那种 唯一的单次的世界 那么在接续法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そば前面接上什么行呢 此书行 或者是过去式 也就是修式名词的形式 中文可以作为 刚怎么样 就怎么样 对于这样的译法 其实我们在N2也好 N1也好 甚至在初级也好 都学过很多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中级学过的 什么トタン 对吧 カナイカのうちに 还有呢 シタイ 包括我们在一集以前讲过了 が 早いが 对吧 大家记得吗 这些文型都可以翻成 い怎么就怎么 那么每一个呢 可能有它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还有 カトモッタラ カトモッタラ 当然有吧 那么这个 そばから特别强调的是 在同一个场景下 这种行为和状态 是可以反复多次出现的 它一般不是指单次的事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私は語学の才能がないようで 新しい言葉を習うそばから忘れてしまう 好 那么首先 私は語学の才能がない 我没有学习语言的才能 这里看到 ようで 可能呢 对同学来说 这个会比较陌生一些 因为呢 我们在中级也好 初级也好 都看到是 ように比较多见一些 那么 不管是よに 还是よで 都是谁辩管呢 よだ 那么よだ 可以表示一种推测 对吧 人家一种委婉的推测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 よに一般是做壮语的 而よで 是表示中盾的 那么 这个时候中盾会产生什么感觉呢 请大家注意了 在一期考试里 よで 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如果是表示中盾的话 一般来说 会有两种常见的含义 第一种 表示原因 似乎好像是有这么个原因 第二 表示对比 似乎是这样 可是却怎么样 请大家可以记住了 所以我没有单列出来よで 但是呢 从我们的初级隐身的文法出来看 よ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或许在未来的一期考试 就会出现 ように和よで 需要你区别了 好 那么看到是 那么这句话是对比还是原因呢 应该是原因比较多一些吧 我似乎没有学习语言的才能 新しい言葉を習うそばから忘れてしまう 好 那么这句话 我一学新单词 就立刻会忘记 一学新单词 立刻就会忘记 好 那么也就给出什么感觉呢 这个学和忘这件事情啊 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场合下 场景下 它是多次的滚动的 反复的出现 中文可以翻成 刚学久望 刚学久望 那么后面的 てしまう 又表现出什么呢 残念ですね 好让人遗憾的一个事情啊 我似乎没有学习语言的才能 我似乎没有学习语言的才能 这新单词我总是一学就忘 好 那么第二句话 もう遅刻しないと言ったそばから また遅れるなんて 彼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だ だろう 好 那么这句话 もう遅刻しないと言ったそばから 哎呀 已经 他刚说完 哦 我再也不会迟到了 于是呢 また遅れる また这个动作再次发生了 又迟到了 啊 なんて 那么这是一个中极的句型 なんて 从语感上说 就是nado的意思 但是呢 它的语气上更加丰富 在说别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带有一些什么呢 轻视的 瞧不起的 或者意外的 这样的语气 说自己呢 往往是一种 比较自谦的 卑微的语气 好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看到 既有一种什么呢 比较惊讶 其实也有点责怪 轻微的 瞧不起的语气了 刚说了 不再迟到 又要迟到 哎 也就是 他在想什么呀 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だろう 他在想什么呀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事件的发生 可能不是一次了 可能是多次了 每次一说 我不知道了 可是结果呢 又要迟到了 那么 なんで表现出一种什么呢 说话里面 轻微的 像责备呀 或者不满呀 或者这样的 轻视的语气 好 我们看到第三句 那么收视叫 那么收视叫 那么严下机说 我整理了 他别弄乱 我又整理了 他又弄乱 所以呀 嫌になってしまう 我有点不高兴了 我有点不愿意干了 哎 所以呢 这个片付ける和 撒かす两个动作 在交替反复的发生 好 所以呢 请大家特别记住啊 在我们前面讲 那哈耶が的时候 更强的是两种行为 在客观时间上的紧密连接 也就是A刚结束 B紧接地发生 而sobaから 它指什么呢 在这个同样的场合下 这种情况事件 是多次重复发生的 这个soba呢 不是指空间 而是指时间 也就是一件事之后 间隔不久 另一件事 那么cara表示 顺序起点 接着下来 比如说 これから それから 对吧 所以呢 sobaから就表示 A发生了 时间间隔不久 B发生了 但是A和B 是不是说 真正意义上的时间 紧紧连在一起了 那也不一定 但是呢 一般也不会隔得太久 同时 这件事情 在同一个场合下 是多次反复的发生 好 那么第一句话中 请大家还要特别注意 yô de的用法 yô de 是一个中钝型 多用于表示原因 或者是一种对比感 然后呢 这个sobaから 是反复发生时 可以心碍有遗憾了 nande 表现出一种轻视 略带责备 不满 或者有时候 也可以有惊讶的语气 用在自己 可以表示谦逊 那么这个sobaから 可以表示两个动作 交替发生了 好 所以呢 中文翻译成 刚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或者翻成 い怎么 就怎么 但是呢 老师特别提醒同学的时候 特别注意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截止到一级考试为止 我们大约会学到 十个左右的 甚至比更多一些的 い怎么 就怎么 从初级的 た たら 还有比如说 と 对吧 一直到中级的 とたん しだい 那么 什么かと思ったら かないかのうちに 对吧 到了以后 我们在高级学的 そばから がはやいか なり やいなや 等等 我们会学到很多的 い怎么就怎么 那么首先 请大家要学会区分 这样你才能够 合适的去运用这些 表达形式 当然就说 那考试时候 会不会出的这么难呢 那这点大家放心 一般考试呢 他不会考得这么的细 但是我们说 请大家学习手 还是要从细节着手 好 そばから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注意什么问题 好 那么首先 そば的本意是在旁边 大家知道 そば 那么在此 它不是指那个空间了 它是指时间概念 表示呢 A这个前面行为 刚结束 间隔不久 B的行为就发生 所以呢 只刚刚做出了 前项的努力 于是 马上就出现了 后项的情况 那么常用的一些表达形式 比如说 掃除するそばから 散开す 刚一打扫 又浓乱 好 習うそばから忘れる 可能很多东西 都有这种感觉 背单词很难记 所以不妨把这个 惯用形 记住这个语法 单词总是 一记就忘 一学就忘 一学就忘 好 那么下面 もらうそばから 使う 比如说 我拿到压岁钱了 としだま 每年都拿到 としだま 怎么呢 としだまをもらうそばから 使ってしまった 我就把它给用光了 所以呢 一拿到 就用光 特别是用什么 压岁钱 零花钱 好 那么大家有没有记住 这个呢 そばから 中文翻译成 い怎么 就怎么 特别强调 在同一个场景下 多次的 反复的 发生的 事例 好 那么看到 下面一条文型 そびれる 那么这是一个 结尾词了 那么说到 结尾词的话呢 我们看到 他接动词 接什么形 ます形 ます形 所以 ます形 加そびれる 那么 结尾词 这个概念一出来 大家马上在脑海中 形成 它的一个 完整的接续法 那么当然 有些词可能只接动词 有些词只接名词 也会有 但是完整的接续法 一般我们说 结尾词前面怎么接呢 名词直接加 动词加 ます形 形容词和形容动词 就一形和那形 接词干比较多 但是呢 そびれる 只能接动词 好 那么 そびれる本身也是一个动词 请大家注意了 其余词呢 表示结果 由于某一种原因 错过了 某件事 所以呢 他特别给种 什么样的感觉 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这种语感特别强烈 就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那么表示 未能完成某事 错过了某件事 中文翻译成 错失良机 最终未能做成某事 那么第一句话 是我之前 一直想要去看的一部电影 可能到这的话 大家可能感觉 和我们前面学的 自慢译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对是有点相似 但是呢 语感上有点不一样 自慢译表示 最终没有做完 就这样完了了 但也有点遗憾了 但是这句话 给人感觉什么 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去做点事 而且从接续法上说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要说 最终就没去成了 那我用自买 应该怎么说 以かず自买だった 对吧 那么而如果是 そびれ的话 这里不需要加否定 直接接动词ます 就可以了 所以 いきそびれた 最后没有去成 错失了一个机会吧 那么下面 今日は あいにくの くもりぞら くもりぞら 那么一般来说 做结尾词的时候 そら都会加上着音 叫ぞら 今天やあいにく あいにく呢 我们在中文中 大家可能知道 都翻译成什么呢 不巧 其实我们从字典上的 示意来说 あいにく呢 它的意思是很巧 但是因为它的后半句话 都是接一些 消极的 负面的 怎么样情况 所以我们就干脆 把它翻译成 不巧 好 所以 あいにくの くもりぞら 天空阴沉的 云比较多的 哎呀不巧 是空中云很多 所以呢 で表示原因了 ちゅしゅのめいにつ めいにつを とりそびれた 哎呀最后呢 就没有能抓住 中秋的季节 来拍摄到 那什么 明月 那么 めいにつ 这里啊 明月 下面 まいとし ことしこそは と思いながらも かいそびれるものがある 好 那首先 ながらも 是我们中期学的句型了 ながらも 也可以叫做什么呢 つつも 表示转折 表示转折 那么当然前面 动词要接什么呢 ますしん 对吧 じゃますしん 虽然 想 想什么呢 ことしこそは こそ呢 是一个表示 强调的注词 中文翻译 就是这个 正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こそ和わ 同时出现的话 语气非常强烈 今年一定要怎么样 虽然心里 每年都是这么想 可是 还是有些东西 什么呢 かいそびれる 而最终 没有能买 好 那么其实 后面可以解决为 今年一定要 比如说买 一定要得到 可是呢 有些东西 最后还是没有买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 そびれる的特点 是在于 它并没有出现否定 它的词意中 包含着否定 错失良机 未能做成谋事 所以前面不用 接否定 直接接动词 什么呢 ます行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个 结尾字 接mas行 表示什么呀 结果 那么语气上 说的是 chanceを失って 错失良机 未能做成谋事 中文翻译成 错失良机 没有能 和我们这个单元学的 自 接续法 截然不同 好 那么第一句话 いそがしくて いきそびれた 哎呀 没去成 下面呢 めにつを とりそびれた 哎呀 没有拍成 名曰 那么 ナガラモ 当然也是重要剧情 请大家注意了 是一个中级剧情 那么当然一级考试 也会出现的 所以呢 虽然心里想的 今年得怎么样 可是 还是没有 买到 有些东西 好 那么来看到 它的注意点 有些什么呢 那么 动词mas行 加上 そびれる 构成 符合动词 所以呢 我们强调 它是一个什么呀 符合动词 符合动词 那比方 没去成 いきそびれる 没有去成 食べそびれる 没有喝成 飲みそびれる 没有顺路去成 那么 有路就要接 よりそびれる 那么当然 这个词 请大家格外注意 一种是可以出现在 语法考试里 那么或许呢 它也会出现在 单词的考试里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难一些的 恩义水平的单词了 好 那么 这三条语法的话 我们把它串联在一起 再串联到 第一部分讲的 字极マイ的话 互相的共通性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 第二部分的三条语法 为大家解释完了 请大家好好的 记住之后 稍事休息 我们进入到 第四单元的文法解说三 ご静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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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